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信息 这跟人肉搜索一样 一个信息说是陈丹青上山下乡了 他本身就是老知青 这什么是知青吗 知识青年呗 这在哪儿学习的不错 老知青说他再一次上山下乡去了 再一个信息相反 说跑到欧洲去画画 去画画 所以我这么还是国家地理杂志 去一年一次选个国家 走走看看 你自己选吗 不是 他是对方因为今年是李斯特诞成200周年 所以欧洲和所从前的奥匈帝国 他有一系列纪念活动 希望放在地理杂志上说一说 结果地理杂志的文章还没发出来 人家陈老师多多多体贴我们 现在我们这聊聊 跟我们而且把这个有有图片 第一手的资料 哎呦这是哪儿啊 这个是布达佩斯 你看就我就无知到什么地步 就是这个河呢 就是咱们了解的多瑙河 嗯啊 多瑙河 是蓝色的 彼岸是佩斯 此岸是布达 哦 是俩人呢 不是 俩城市 就是我们以前就布达佩斯 就一句话说过去了 哦 布达是偏老的城市 我是在皇宫的阳台上往下拍 那对面呢就是佩斯 当然规模比这个大得多了 啊 你看了这个城市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城市 规划 这个没错 可以想想咱们这儿的城市 好好个人布达 而这个城市形成这个这个这个格局景观 那150多年前 咱们再看一张 嗯 那这个是呢 德国南部的一个小小小城 小城城外的山顶上的一个古堡 这个古堡大概从11世纪开始 一直到现在 那么这个小城就是巴哈出生的城市 嗯 那么我也是跑到这个城堡的顶上 拍了对面那个那个城堡的顶 和底下的原野 那这个楼里面有什么典故呢 就在1802年来自德国各个小公国 各个地区的大学500个学生 就在这个楼里第一次开会 就是德国现代民主的萌芽 就从那开始了 就牵抢的比喻 有点像他们的五四运动 等于1802年 就在这个古堡上弄的 然后书本华呀 不那个那个尼采呀 什么华格纳呀 这个里斯特都到这里去过演奏过 对到欧洲才知道人文呢 这是哎呦这个真漂亮 这个呢 就有意思了 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知识 就是我到拜洛伊特一个小城 拜洛伊特是华格纳19世纪末 集资盖的一个他自己的音乐厅 专门演奏他的音乐剧 到今天还在 每年只演奏七八两个月份 订张票要等十年 所以全世界知道拜洛伊特 有个华格纳的剧院 这个规格很高 外观很朴素 希腊作风 里头几乎没有任何装饰 集中于听音乐 可是就在拜洛伊特城 还有另外一个 就像这样的繁华的 巴洛克时代的歌剧院 那么是谁造的呢 是叫维勒米娜 一个公爵夫人 是当时德国皇帝的姐姐 从柏林嫁到这个地方 嫁到拜洛伊特 她自个儿好文艺好歌剧 这个所以她就从奥地利 从意大利学来了这个歌剧院 建造了在1848年到1849年左右 德国第一座歌剧院 所以这很有意思 大家只知道拜洛伊特 跟华格纳有关 可意外发现 那儿有德国第一家 历史上第一家歌剧院 那么极尽繁华 有意思的是 演过一阵以后 这个夫人去世以后 几乎没有再启用过 所以珍贵在哪儿 就是里头的所有陈设 还是将近200年前 舞台不仅都还跟以前一样 现在是什么用途呢 就空着 就空着 华格纳在他的剧院奠基的时候 在里头指挥了一场第九交响乐 贝多芬 嗯 然后此外就很少介入演出 我说这么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 等于是原汁原味的一个 巴洛克歌剧院 应该拍电影 他对了 已经拍过了 就是那个讲假生的 烟人唱歌 那个假生 我看过那个电影 就在这个歌剧院里拍的 所以今天连德国人都不是很清楚 他们的国家拜罗伊特第一个歌剧院 是在那儿 还有咱们再看看照片 对 这位 所以我在拜罗伊特这个城里发现了两个妇女都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刚才那个威勒密纳的公爵夫人 然后这位女女女也是伯爵夫人 她的名字我此刻一下记不清了 是在里斯特故居 拜罗伊特城的里斯特故居 嗯 你挂着 那就很有意思了 那照今天来解读的话 他就是 呃 非常本能的早期的一个一个有女权意识的人 你看里斯特多帅 青年里斯特 青年里斯特来来自熊雅利 多帅的一个青年 一生无数女人追求他 他也没有没有没有太太独生 啊 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 这位伯爵夫人就爱上他 爱上他的时候是23岁 已经跟跟跟跟跟人结婚了 然后就偷跑出来跟他私奔 啊 到瑞士到巴黎 这样整整过了十年 给他生了三个孩子 然后一直活到1930年90多岁啊 就是这位伯爵夫人生的 私生子等于 哎那么他在生前的就对哲学很感兴趣 写过哲学书 可是那个时候女人是不可以署名出版哲学著作 那男人的事情 所以他就化名男人出了一本哲学书 然后跟里斯特分手也非常勇敢 最后他发现里斯特是一个自我中心者啊 他不可能跟他有有有有未来 所以断然能够离开 就已经生了三孩子 三孩子 而且里斯特不能容忍说哪有女人自己走开我的啊 只有我走开哪有女人走开的 所以他有有有点像方说啊 就是皮卡索那么多情人当中 唯一一个自己走掉的人啊 方说吧 而走掉以后他还写了一本书 用换过名字以后 其实有点有点有点说了一些隐私 就是他和呃里斯特之间的一个家庭生活和儿女之间的话 谁都知道他谁跟谁呃能够对得上 嗯呃里斯特他很窘很不高兴啊 所以呃二十世纪有些女性 他他他他提前出现在那个时代 啊你看他的样子啊 对对对 哎你刚才讲这个你你你很多很多人对这个艺术界 就说是这个毕加索啊和女人的关系 像今天这个很多女权就说毕加索这个人嗯 太不是东西了啊 我记得毕加索曾经还说过一个什么 就是驾驭女人的绝招啊 嗯他就是那种也是很自我中心 他不能让你离开他 嗯然后他说我怎么能够能够收服你呢 嗯就是不行的话让他生孩子 嗯生孩子你就拴住他 对对 哎你说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人性呢 这个呃传统一路下来各国家都的都是这样 女从男然后男性男男男男男权社会嘛 嗯但是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会有一些先驱 他会付自己的代价 然后他会留下一个故事那告诉你 就是在一个已经开明的一个一个一个文化当中啊 曾经会出现这样的人他走在前面 他很有勇气他离开33岁的时候他离开 给你生了三个孩子他走掉 又回到伯爵呢伯爵也原谅他 两个人一直终老他又回到对 原父的身边呢他没有这当然嘛 这鲁迅讲那拉走后怎么样 他还是会回来的嘛 哎那当然这详细故事我不是特别清楚 哎有意思的是皮卡索还有一个情人 就在发说之前对哎就是他画格尔尼卡的时候 呃他还画的很多哭泣的女人以他为模特 是个南斯拉夫裔的法国摄影家 一个前卫摄影家他是被皮卡索 就抛弃的所谓就中断了中断以后当然他很痛苦 晚间还略微有点像罗丹那个情人 那样有点像神情病 但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我不是皮卡索的情人皮卡索是我情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嗯你你你你明白吗 对他不是我属于你的 哎哎哎哎哎就是以以以男性为止说他是我我情人 对他说这个人是我情人 对啊我要我爱我选 但是是不是谁都能这么想 光美你现在觉得你丈夫是你的丈夫呢 还是你是他的女人呢 哈哈哈我们是夫妻 而且不是我觉得我唯一的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好高兴 我不是生长在这个那个年代的人 啊那年代不错呀 你比如说这个你可以私奔跟别人生杀孩子 后悔了回来哥还要你 我应该没有我应该没有私奔的勇气 我应该是没有私奔的勇气 嗯然后私奔完之后我更没有回到那个什么 那个圆圆为什么呢这个时代用不着私奔了 嗯 你会离开他表示你一定不爱他了 你既然不爱他你为什么还要回去 如果只是为了饭碗的话 我觉得这个更就对自己的一种贬低 也是对你先生的一种贬低吧 哦你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嗯不存在人生路途兜兜转转回心转意破镜重圆 你跟另外一个男人生活了十年 你说还生了三个孩子 你还带着你的前夫 你看你这个胸怀是比不上欧洲伯爵夫人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广美还是对那位伯爵夫人这个心有七七言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 我觉得真的只有这样子民族的人 他们才可以画侧面的肖像 中国人不堪画侧面吗 你来个侧面 你让那个陈老师给你看看 他如果画你肖像的话 愿意画你侧面愿意画你正面 他说的还真是 你在欧洲你见到的就很多是这样 包括他们那个钱都是这样的正正侧面吗 对咱们上次说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中国女孩子在西方女孩子面前会自卑 就是中国女孩一点不比西方人难看 中国人非常我坚定认为东方人中国非常好看 对但是呢 就是复制这张脸的媒介是西方的 从油画到雕塑到照片到电影 都是西方的媒介 它是对应的 然后这个媒介拿到中国忽然要相对平面的 然后极尽微妙变化的一个结构 中国人会吃亏 就一上相一出现在一个复制影像当中 他会吃亏 而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媒介来审美所谓 对来见人 所以会加剧这个自卑 可是你要是回到中国古典小说里面 你可以想象多好看 我上次说到就是跟上次谁在这儿吗 对对对太好看了 他在网上流传一张杨贵妃的照片 哎呦天哪杨贵妃的照片 对也是其实真的是就是那种可能是三下巴那种 就是特别特别胖的眼睛小的不行的那种 也不是现在标准的一个审美观念啊 这是另一个问题 其实各个时代它的审美会变的 西方也在变 维纳斯时代要胖要有肚子 因为臀部要出来 那现在绝对是个骨感要瘦 不定哪一天它又会变 对对对 哎我觉得正好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大众电影 嗯知道吗 这个大众电影最近听说要快倒闭了吗 但是实际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 哦你说是杂志啊 对就是女性形象 光美你不知道当年这个大众电影是全中国一万人都共享的 这么一个电影杂志 但是现在就说淹没在这种时尚杂志里 对革命年代唯一看美女的杂志 对我唯一的用这个就是用女明星 这个时候我们女明星可以上杂志封面 嗯我小时候是在大众电影 对最先看到潘红 这个都是改革开放以后 潘红这是你看那个高领毛衣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打扮 你再看这是章鱼 章鱼那演庐山炼 对对 后来演小街 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封面 你再往后看 这是一个叫石蓝的 石蓝的 这那个这就算相当性感了 那个年代啊 你看这是现在了 大尺度了 哎范冰冰 你自己再看 再看下边 这是谁你看得出来吗 也是冰冰 李冰冰 没错 你再看这个你看得出来吗 哈哈哈哈 你再看这就是你 你看看对面对不对 哦 这是孟光美啊 哎 太坏了你们 这个一路的这个这个你看 女人脸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变迁 还是古代人好看 嗯 哎 真的还是古代人好看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老 官太嚷子啊 嗯 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不是说 今天的女的们就贱啊 但是呢 我确实是觉得 嗯 那个时候的肖像怎么就是有一种 贵气呢 嗯 今天的女明星说实在的 可以非常美啊 打扮得很漂亮 可是 就是 看不出来 就只有一股子塑料味 就是就是 为什么呢 你同意吗 我同意啊 啊 太多的ps 啊 太多的那种 加扣加 后期加工 就是 只是化妆 其实像我早期刚出道的时候 嗯 90年代初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我们很流行用那个粉条啊 啊 上那个底 真的是要把自己的脸打得像蛋壳一样 那么的厚 然后那么的 晶莹 也不是剔透了 就是像蜡像一样的完美 嗯 然后现在好险慢慢慢慢 慢慢稍微 追求自然 但是在你追求自然的同时 他又要你皮肤好 又要你那个整个叫什么 骨骼的架构要好 所以才会来那么多 开始要整形啊 垫鼻子啊 削什么 加下巴又这个那个的 嗯 做女人真不容易 没错 没错 就是说你想保存一脸自然美 天然美 嗯 都好像是一个滔天大罪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是个自我作践的物种 我没有啊 哈哈哈哈 哎 你你这个陈老师 你从这个图像的角度 跟我们评述评 呃 这这一部分是你说的原因 一部分我又要说媒体 又说媒体 媒体也是一个样子 呃一本大陆呃 大众电影的封面和今天一本 比方说Bazaar或者或者什么封面 嗯 这两个封面本身的也是两张脸 这个脸也在变 是 包括照相机用光成像的方式 哎 再加上你说的这些女明星要要这个那个弄弄完以后 所以全部加起来是效果 当然它就变成两两两两你看这些是两两种印刷品 嗯 两种印刷文化的也是是是是是是他们造的 大众电影当时的纸还不是现在这种 就纸我说不出名称来就当时的纸 哎都被你再回到民国甚至再回到清末19世纪的出版物 其实你在看那个时候的一个工艺或者印刷技术 那那个当然年头久了 那就像你今天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三百年以上的一个木头家具 你肃然起敬嗯嗯嗯 所以你刚才你刚才说还是古代女人好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古代人 500年以后说也曾经有个梦广美 你看他长这样 但是但是问题是咱们的古代拆了没了铲了 不像欧洲的古代是就在街上 你知道我前一阵看一个电影啊 我就看当年我去巴黎就是跟一个一个女老乡在这 我们一起就漫步啊 哎呀我那天我看见一个电影 我就让他去看叫做巴黎我爱你什么巴黎什么 什么什么就是那个 就也是像我爱纽约那个电影一样 很多很多导演拍的小段子 你知道看着我流眼泪啊 我觉得你北京不能让我有这种感触 我那陌生的一个巴黎我只去过一次 我就爱上他 然后我就就是看在巴黎街头发生这些事 然后我就给他发短信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哎呀这是这个是我们心中之国的首都啊 然后他说巴黎啊就是一个可以走的城市 对这个对我 哎我一想确实是你想想我们所在的城市 你能走吗 但是你看巴黎我就想起来 我在巴黎一天吃三顿呢 还瘦了 嗯为什么八个小时都在走嗯 可以走你愿意走哎 这么一个上海现在总算还没给毁掉 还有很多很多马路是可以走的 你可以下楼到街上去买一样东西 回来继续进房间做事情 北京几乎不可能了啊 然后更没有散步的地方啊 香港都还有大楼邻里 其实很多私人空间小空间短距离空间 对北京完全是为车着想的啊 所以没有走的太可怜过个天 瞧你已经卡路里消耗不知道多少 嗯所以你别提欧洲啊 欧洲你气死你会 这个匈牙利我们今天大家过日子 有几个人想起匈牙利 几个人瞧得起匈牙利 几个人知道匈牙利 可我遇到布达佩斯一看你北京你你算了吧 你你什么什么城古城古什么古啊 你你论布达佩斯历史比比比比北京年轻啊 嗯你当然双硕这到中世纪你也可以算 但是论论论论名城论古城 这北京这肯定老大 可是你今天北京古什么古 你好意思说自己古城 然后你再到德国那小城 最早的歌剧院还在最早的莎士比亚剧团 在一个山城里头啊 然后那个山城的大公 还请布达姆斯说您就住这儿 就永久性住这儿 布达姆斯说我不来我要在维也纳 可是第四交响约的首眼 是在这个山城里头 然后这个山城在四五年以后归了东德 东德政府会用火车和卡车汽车 把周围的农民全都运到城里来 在歌剧院看歌剧看莎士比亚 看完再送回去 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干的事情 所以你好意思说你在这弄文化 咱们来玩文化 咱们来去文化之旅 扯淡 所以别提欧洲的事情 一人接不下 千千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说起来确实是害羞没脸 这个包括自己咱们这个官员当中的 这个有识之士吧 前一阵我看天津南开大学有个论坛 那边有官员有专家有教授 其实是我觉得应该都知道这个事了 就说现在这个保护文物 现在就是建了很多假古董 实际上拆了真的东西 又去建成这种新的 说这个问题要警惕啊 说这都已经 我看现在遍地都是这个 那么也很 就是将来它是个什么样的 说什么呀都没了已经 地面上没什么东西了 留下来 但现在大同有一个都很 很有意思 这个据说出现一个市长 雷厉风行 就是凡是通想法源寺 还是哪个寺 就大同最重要一个寺 唐代还是哪个代 就所有遮挡视线的一律拆 不管是宾馆 不管是政府大楼 或者老百姓 就给你迁到好地方去 都全部拆掉 这叫他什么拆拆 叫他就是 他又是另外一种这个 这个极端 也是有他个人风格的 问题事情何必走到这一步 整个整个山西只有平遥城 是完整的一个旧城墙 那日寇侵略进来的时候 我最近买了一批就是就是这个古董照片 我就想看的是在1937年左右 日本人占领全中国武汉长沙 什么东北上海什么广州 那个城市到底怎么样 我终于看到了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照片机里看到了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完全完全两回事情 就是日本人还不会去摧毁一些老的东西 当然日本就是侵略嘛 但问题是中国当时一个前现代国家 一个文明古国已经初步现代化 出现现代城市 一半是古城 一半是新建筑 其实这个规模已经展开了 就抗认战争没给我们这个机会 此后你都知道 对啊 中国 其实台湾 台湾我倒觉得挺有这个意识的 你还别说 台北台北现在的腹地太小了 就 我觉得 因为人口的增长也太快了 所以 其实能该拆 能拆的也都拆的差不多了 他可能还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些 所谓的日式的建筑在那里 但您刚才讲到这个保存文物的 让我想起一件事情 白金汉宫 我就是进去了 真的是登堂入室的进去了 我们走了七个厅 里面不乏 咱们中国的那个本物 哎呦中国那好跟他们好 真的康熙乾隆 大一船一船出口啊 那个手工之精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咱们家的东西咱们抱回去吗 后来想一想 算了你还在这吧 我觉得你在这里是养的